如果現在受氣候變成的影響 全世界的當地出現第四次 大規模森歐白化 科學家就聽說 這次的環境是平衛過 也更大 全世界最沒有有五十三的國家 也就是地區森歐的生態 現在出現危機 也因為海水的溫度在前面 未來這個世界上 可能有九層的森歐打都會不去 原本比賴和有生態美境 算好大規模白化 現地不審命來 最近很多國家研究機構 都不兼顧 因為氣候變遷 造成全球海水溫度漸漸相關 世界三段由於雙歐生態下 真是危險 等於經歷第四次大規模白化現象 這是第一次 大規模的天津中 大規模的水溫度 尊严中双欧就是失望 过去全球双欧大規模备化 都发生在省应现象期间 等一次是在2021年结束 时间等三年 美国国家汉油到台去中枢一次 一次的大規模备化 减去至少53个国家的地区 可能到达为止 发挥最快一回 每一次专举相大規模 双欧白化现象 都比正一次更严重 一次是三年来 第礼拜发生 很多看家政匯 虽然没前的 代表温度 只比工业化进展 关一段跨度 所以已经发过双欧大 省顺的关键地盘 有个未来专举 会有70至90%的双欧大 的消息 有非应理组织机出 双欧大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